網上的家長和同學你們好 在我身邊是我們的校友楊正同學 她今年已經在讀科技大學的三年班 我都不客氣了 叫她Sally Sally 不如你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贏100年的畢業生 我現在就在科技大學裡面讀會計系 三年級了 都不專業很久 都很開心可以回來和校長有個傾談的時間 是 很多家長和同學都很關心一件事 讀了中文中學之後 其實有沒有機會繼續上大學家 因為其實很多人都認為已經輸了起跑線 當初其實你派了進來燕京書院的時候 你有什麼心路和歷程 老實說 其實我當初選學校的時候 不是把燕京放得很高的排位 甚至是有點低 所以我進來燕京 那一開始幾段時間都很不開心 因為覺得不是自己最想進入的學校 也不是很厲害的幾間學校 所以當初也不開心 甚至乎會想過轉校 但是讀了很久 都習慣了那個氛圍 因為老師和同學都很關心 很關心 所以到現在 我畢業了這麼多年 我都很慶幸 也很感恩我當初入的是燕京 至於中中的一個問題 但是我一開始其實也有想過 會不會 入了一間中中的一個學校 其實很吃虧 會入大學的機會率反而低了 那到現在 就是入了大學了 去到EU關 因為大學其實是全英文教學的 所以其實一開始也很害怕 會不會 會跟其他英中的同學比我會很吃虧 會不明白 很多東西都這樣 但是 直到現在 我也覺得不是 就是可能一開始 去到一個全英的教學模式 當然會有一點點不習慣的地方 但是其實很快都可以習慣 或者其實跟其他英中的學生 其實沒什麼分別 所以甚至乎在策略上 入了中中 我在中學的不同的學科 我更加容易理解 我反而覺得是一個 對我來說是一個優勢 好 好了 Sally 其實作為一個中文中學的學生 到最後真的要考入大學 當中一定要考入部分的英中生 才可以有機會 當初你怎樣立定了志向 有什麼的訓練 當中有什麼的計劃 才令到你又今時今日 真真正正成為一個科大的學生呢 嗯 剛剛也說過 我入燕京 不是我最想入的學校 其實身邊也有很多聲音 都會說 中中生可能更難入到大學等等等等 我自己也有一點點好勝心 也會想證明給其他人看 其實不是的 我也能入到的 所以有一點點想翻盤的感覺 就更加堅定我的信念 那另外呢 其實燕京的老師都給了很多的支持我 讓我可以有一個更加明確的計劃 更加明確的目標 那例如其實在初中開始 或者無論在班進堂 或者老師平時私底下的一些sharing 都好 其實都已經很鼓勵我們要及早 盡早去有一個很好的生涯規劃 也都會給予我們很多不同的資源 例如在中四的時候 由中四開始或者高中開始 我們有一個計劃叫Top 20 那就會有老師 可能一對一或者一對二 給我們學生一些的輔導 或者指導 主要是關於生涯規劃的 那就讓我們去更加了解自己 或者怎樣選科等等等等 那我很記得那時候 其實都是中四的時候 都對大學 怎樣入大學 DSE 其實都不是說很了解 但是透過那個活動 其實都被我認識了更多 例如 我知道的老師很早就已經給我們看了很多資料 例如 入哪一間大學要有多少分的 或者哪一間大學有什麼科是開放 或者 這間大學出來的就業率會怎樣 其實很早已經給我們看很多這些資料 其實更加 令到我們有一個明確的 一個 picture 或者更明確的一個目標 應該怎樣去為自己去打算 再講一個例子 就是我當時知道老師 其實他叫我 例如同學 一定要去到八大不同的 info day 那我當時去了 那我某程度 我現在畢業 我收到DSE成績之後 我現在選科大很大的程度上 都是因為那一次的一個參觀 是 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 其實都真的很幫助到我 怎樣去有一個更加明確的指引 Sally 雖然你不是首選選我們學校 但是 以往來說 很多首選選我們學校的同學或者家長 他們都很喜歡學校的一樣東西 就是我們的校風和老師的關愛 那你在六年燕京的成長 那你有沒有一些經歷去想一下 那我們的學校的氛圍 老師的關愛 是促進到你的學業和品格上面的成長的呢 嗯 那我都很記得 其實我是燕京的老師 其實真的很關愛 很關愛的學生 那我記得我們高中的時候 尤其是特別是中六 那時候面對BSE成績 很多人都很大壓力 那時候我都很記得 有補課 然後完了之後 又有自己補習 那其實很辛苦 那但是 甚至上課 其實有時候會睡覺 然後 那天都很累 那 但是看到這個情況 其實老師都很主動去關心我們 講到的不單止是班主任那麼簡單 是很多不同的科老師 看到我們有這個情況的時候 都會跟我們聊天 會不會很大壓力 會不會有什麼可以幫到我們 那所以那時候會覺得 其實這條路不是真的自己走著 是有很多老師是支持著我們 那我也很記得在尤其是學業上面 那我那時候 例如我那時候其實 中文寫作的成績一直都很不穩定 自己都很害怕 然後我就會 老師聽到我這個煩惱之後 他會自己發一些 除了課程中要求的一些練習之外 他會發一些其他的作文題目給我 然後我就可以自己私底下 做多一些練習給他 那他都很好 那時候 我可能凌晨那時候發給他 他都會發很長的錄音來回答我 所以那時候就真的很感動 還有 或者英文 剛才我講到可能會 自己都怕英文會輸 所以呢 我也會 跟老師講這個問題 他就會自己私底下約一個 其實那時候是周末 是老師私底下的時間 約我們去他家附近一間cafe 那裡去做一些 會跟他聊天 也會跟我們做一些 做一些練習 所以其實那時候都很感動 很多的老師都很願意去付出自己私底下的時間 不是真的為了工作 而是真的為了我們好的那種感受 我聽到也很感動 是的 私底下的 還是一對一這樣去 都不單止一對一 一對幾 一對幾 即是約在一起的 是的 其實除了老師之外 其實我們同學之間的氛圍都挺好的 例如 也是DXC那時候 我們經常都會 補習 我們私底下都會一起 約去 一起去補習 或者一起去 自己有個 study group 都會分享一些不同的資源 一些 past paper 那其實 所以 那時候 考DXC雖然是辛苦 但是 一直都 我覺得自己一直都是處於一個 有外的一個氛圍 令到我有更大的力量去做 是的 Sally 雖然 其實都隔了八、九年 可能你大概都不記得了 你中一的生活 不過我想 現在 在網上的家長 或者小育的同學 都很有興趣 究竟 作為一個 中一的學生 其實 在學校有些什麼 的校園的生活 你還記不記得 可以 給我們的家序和同學聽嗎 都記得一點的 是 我記得 我們學校燕京 其實有一個政策 就是 它要求每一個中一生 都要參加一個 姐服團隊 我們學校其實都有好幾種 交通安全隊等等 我自己 就選了 聖約漢救商隊 最主要 就是每一個星期 都會有一次的 meeting 最主要其實是 會有補粗的時間 也都 聖約漢救商隊 都會 很急救 其實那個時候 是很有趣 很有趣的 這個活動 一來是 讓我們 快點 去認識到朋友 因為一定要參加 也要有很多的 meeting 所以會認識到很多人 另外 其實 這跟 英經都很一致 就是很強調紀律 這件事情 例如在補粗的時候 其實 還有那個時候 應該是夏天 我記得 其實很辛苦 但是 因為我們是由師姐帶我們去補粗 師姐都很好 都會很 鼓勵我們 都會很 要求我們要堅持這樣去做到 所以最後 一件事情都很深刻 一來是因為辛苦 二來就是我在裡面其實都學到 如何去堅毅這件事情 都很幫助到我之後的學員生活 或者去面對DSE 我覺得 另外 我也記得 又是一個很有趣的學校的一個政策 就是 我們 英經的中一生 各課室全部都是在五樓的 而我們學校的球材 五樓是一個球場 那個球場就是專門給中一用的 那時候其實都覺得很神奇 只有中一專用的一個球場 就是中一可以用 但是其實這件事情都很鼓勵到我們 例如我們 因為其實那個球場就在課室外面很近 那我們就可以 一 五線 或者小息的時候就會衝過去那個球場 玩球 或者聊天 坐在那裡 很快就可以融入到學員生活 很快就可以認識到 認識到很多中一的同學 因為更加鼓勵到我們一起去玩 這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對 還有要講深刻的話 我覺得另外就是 我們學校有一個中藝方的一個活動 就是給很多不同的同學去表演 那時候我還記得我中一還有第二個 課後活動是講音樂的 那我就在那裡學出單樂館 那老師也很好 他就給了一個機會 我在中藝方那裡上台表演 那我覺得也很神奇 那時候只不過是一個中一生 但是學校也很願意 給我們很多不同的機會去表演自己 亦都很令到我們每一個人 很留心我們的成長 所以我覺得那件事也很有趣 是一件很記憶的事 好啊 多謝Sally 今天專誠回來 舞校那裡幫我們拍攝 知道Sally 明天 都還要考試 所以真的很感激你 謝謝你 謝謝